回來會不會擔心他跟黃珊珊的關係 不會啦 被問到蔡碧如黃先生 未來可能黨內互鬥 柯文哲趕緊駁斥斥 我們這種小黨空間太大 意思就是說只要每個都往外發展 不是每天在裡面在競爭 就不會有問題 往外發展 對我們來講 外面發展的空間太大了 但自從1月17號選後 民眾黨首場內部會議後 就傳出柯文哲有意找蔡碧如 擔任中央委員 但時隔五天蔡碧如人稱未獲徵詢 總被算是一人政黨的民眾黨柯文哲 這回強調要中央委員開會討論 只不過蔡碧如日前還爆料 選舉期間印著柯銀配的面紙 一包都發不出去 直言藍白分手後柯文哲成為障礙 面紙發不出去我想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但是沒有到全部發不出去 因為很清楚 他的得票數還是比我的得票數高 因為那個地方是藍白河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是支持藍的 一二十Percent的是有可能的 柯文哲趕緊換家 不過蔡碧如直白大談選舉困境 以及惹得柯粉開嗆 墊高自己 俠民眾黨光環得票 卻變成民眾黨最大破口 儘管如此 蔡碧如仍表示尊重 但臉書連發兩篇文章 分析政黨合作困境 選後因放下不愉快 似乎也透露無奈行聲 選後柯文哲想走蔡碧如 黨內烏鴉聽真言 但不只能否順利還是未知數 茶壺風暴也相遇欲來